Hello 大家好 今天去列治文的Costco看一下有什么特价商品 除了尾数是97的清仓商品之外 所有的特价商品 加拿大西部的四个省都是一样的 这个视频分享的都是食物和饮料的特价商品 星期一的早上 人已经多得不得了了 停车场很难找到停车位 去皮去骨的鸡胸肉 每箱有4公斤 便宜6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39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素村卷 一盒有50个 便宜3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1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这款猪肉和鸡肉的日式尖角已经特价好几个星期了 每盒有1.44公斤 便宜4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5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迷你奶油泡芙 每盒有1.5公斤 便宜3块2 减完价后现在卖12块7毛9 减价至12月15号 哈根达斯 香炒杏仁雪糕 每盒有9个 便宜3块5 减完价后现在卖11块4毛9 减价至12月15号 火鸡培根 一族有2袋 每袋有500克 便宜3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1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火鸡培根的热量和脂肪含量比猪肉培根略低 对于需要特殊饮食或不能吃猪肉的人来说 火鸡培根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品 卡波拉火腿片 一族有2袋 每袋有300克 便宜4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5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在加拿大采用意大利技术制造的卡波拉火腿 是一种用天然原料制作的腌制猪肉火腿 不含亚硝酸盐和其他防腐剂 卡波拉火腿需要在气候可控的干糙室中 成化至少9个月 味道鲜美 具有浓郁的黄油味 入口计划 可以单独食用 也可以放在熟食拼盘 薄饼或者披萨上食用 半只熟的冷冻北京烤鸭 24块9毛9 第一次看见有的卖这个哟 在饲养鸭子的时候是不使用抗生素和不使用添加激素的 可以用烤箱或者气炸锅或者烧烤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采用真空低温喷调法 肉质丰富 值得一试哟 加拿大魁北克制作多种口味的希腊酸奶 每盒有24小罐 便宜4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4块4毛9 减价至12月8号 奶油奶酪 两罐装 每罐有500克 便宜3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0块4毛9 减价至12月22号 人造黄油 两罐装 每罐有1.22公斤 便宜3块5 减完价后现在卖13块4毛9 减价至12月8号 新鲜的马苏里拉奶酪 便宜2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7块4毛9 减价至12月8号 这是一款意大利制造的硬制奶酪碎 无敷制奶酪 由部分脱脂牛奶制成 成化18个月 带有坚果味与泡尔马干酪类似 每罐有567克 便宜4块5 减完价后现在卖17块4毛9 减价至12月8号 烟熏高达干酪 每个有600克 便宜3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0块4毛9 减价至12月8号 这是一种成样6个月的半熟意大利奶酪 富含蛋白质和纤维 适合生酮饮食 带有菠萝和番石流 热带水果香味和鲜味 便宜3块5 便宜3块5 减价至12月15日 法国小点心 一盒有24个 有4种口味 放在烤箱350度 5到8分钟就可以吃了 便宜3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1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烘焙成熟的切打奶酪 这是一种浓郁粘丑柔软的奶酪烘焙食品 非常适合粘着吃 可以用硬皮面包或者面包棒或者苹果片粘着吃 也可以从烤箱中取出后趁热食用 一盒有300克便宜5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9块9毛9 减价至10月8号 比利时巧克力莫斯是一种传统的比利时甜点 由奶油混合物和黑巧克力制成 口感浓郁 奶油味十足 通常都是晚餐后和咖啡一起食用 玻璃杯可以重复使用 我买它就是为了得到这几个玻璃杯 一组有6杯便宜3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10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意大利甜点提拉米苏 一组有6杯便宜3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9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这款分层甜点 有浸泡在咖啡中的海绵蛋糕 和马斯卡盆奶油层层组成 顶部撒油可可粉 淡酒是一种浓郁甜美奶油味的乳汁饮料 传统上有牛奶或奶油 糖蛋黄打发的蛋清和香草精制成 每一盒2公升便宜1块5 减完价后现在卖4块4毛9 减价至12月8号 无皮无骨的鸡胸肉又特价了 每盒便宜6块钱 感觉这个鸡胸肉经常在减价哟 澳大利亚没有骨头的羊腿 每个便宜5块钱 每个的价钱在三十几到四十几块钱之间 一整块的西冷牛扒 每包要200多块钱 现在每包便宜30块 现实优惠卖完为止 这是切了片的西冷牛扒 每盒有4块牛扒 价钱在五十几到七十几块钱之间 每盒便宜10块钱 狗粮一竹有36小罐 便宜9块钱 减完价后现在卖36块9毛9 减价至12月8号 今天的视频就先做到这儿 还有一部分的食品和饮料 明天再出一个视频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留言订阅 谢谢下回见 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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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见